我們現在教最後一個影響反應數的因素叫做催化劑 又稱為觸媒 催化劑就會改變反應的過程 然後呢造成改變所謂的造成有效碰撞的能量 這是一個國中沒有教的東西叫做活化能 活化能 就是我們的A跟B的能量 A加B的能量在這裡 然後呢反應成C加數的能量在這裡 這能量比較低 正常情勢趨勢從高能量會到低能量 可是它中間要有個過程 要有個中間又會有個過程 需要把能量提升 這個能量就叫做活化能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那個氫氣加氧氣沒點火對不對 沒點火意思就是它沒有越過那個活化能 它如果越過這個活化能 然後就會反應然後就會放熱 放熱能量可以使後面能量繼續超過活化能 就會繼續反應會繼續燒下去 那我們的吹化就是改變它 比如說把活化能降低 我就容易過來 我的反應就會變得比較快 所以這是我跟你說它會改變我們的反應的能量的意思 不過這件事情我們國中不教你 聽過就算了 反正它就是可以改變反應的快慢 原則上吹化劑不見得一定要變快 就是它是改變的 那也可能它變慢 不過我們教你都是變快的 我們有的都是變快的 都實質反應變快的 都實質反應變快的 好 請注意吹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這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吹化劑有參加反應 它有參與這個反應的過程之中 但是反應前後沒有改變自己 但是反應前後沒有改變自己 所以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種考試題目 有一種考試題目 是在問你說誰是吹化劑 有一種考試題目 是在問你誰是吹化劑 就是給你一個A跟B啊 給你一個A跟B啊 然後呢 給你一個A跟B 所以這裡有個A加上B 會變成AB 然後AB加上C 就變成AC加上B 然後就問你誰是吹化劑 B是吹化劑 反應前後沒有改變自己 OK 還是原來的東西 這又是它的意思 所以吹化劑有參加 看這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反應前後不改變自己 吹化劑可以改變反應速率 可以使它變快 但是不可能改變反應結果 不能改變反應結果的意思 有一個 如果AB不會反應 你怎麼做 看來是不會反應 好 雙氧水會變成水跟氧 這麼多的雙氧水 會產生這麼多的氧 這麼多的水 有加二氧化膜這麼多 沒加二氧化膜還是這麼多 產量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只是加二氧化膜 產生得加快一點而已 這叫做不改變反應結果 不改變反應結果 不會增加不會減少我的產量 不會使不發生的變成會發生 不改變反應 有此事 有此事 我們來好 大家好 我是江濃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描解的出出歸話劑 要怎麼出出歸話劑 就是出歸話劑是哪來 壓快 反應 注意哦 我在讲解详细说话之后 例如有语言 我还先跟他谈不谈 在语言读的时候 可能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可能在跟班上的讲话朋友 有很多人聊天的时候 你问我都知道 你跟他讲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接下来呢 可能你又在跟这个女生聊天的时候 未来会聊到 我跟你的说 其中一人在讲 哎 未来跟他讲 你讲哦 好吧 当时这时候 你知道他们两个不在意要平时 他们两个我目前不知道 我是一个 做很感激的朋友 我再要确实 他们两个都在一起 比如说我多多的 我跟他讲 我会讲哦 那是常常没工作 他喜欢你 那接下来跟我们的小孩讲 哎 我跟你讲哦 你知道吗 就是上次小孩 跟我讲他才喜欢你 于是接下来所做呢 接下来他们两个 互相照提升的爱情对方 他才之后就在一起了 但是这就是过程中的 那加速他们两个爱情的变化 你会发现 如果你当时没有爱给这个考课 你没有去告诉这个男生 女生喜欢你 你也可以去告诉这个女生 男生喜欢你 他们两个都不在一起了 所以你喜欢你加速 这段爱情的来 这是你把爱与说到这个意思 一次 你说你随会说话精神的 那一个同学 说我说 那是三回啊 我刚才自己说完一段爱与 说完之后的故事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爱与说完之后的故事 为什么让大家也会说完之后 好 首先说完之后呢 刚刚我讲到 这个工程叫做加速反应进行 我讲就发现 应该有比较 加速反应进行 其实那有些心想 他在与 到底反应 我们国中没有交反应入境 国中也没有交活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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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变反应结果 他跟小明说 我跟小明好处喜欢你 你觉得小明会在老鼠在一起吗 我猜就不会吧 那有可能就不会在一起 这种怎么会在一起呢 好 接下来第二个呢 来说参与化学反应 先化技有参与化学反应 前半小明跟小美人 他们就需要多多自己的 这个互相 所有互相之约会 什么 要互相之约 最后才敢告白 然后女士都在一起 但现在不用了 现在 你改变了 他们直接反应入境 他们先去找立 好 然后呢 才告诉你 然后 我刚刚说 国中没有交反应入境 反应不会改变自己 催化技不会改变自己 反应前后不改变 怎样会在小美国参加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点呢 就是参与化学反应的 不怕人接照台 这个照号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他们两个 参与主要有 喜欢过人经验嘛 如果没有 那就是应该喜欢上火 好 然后喜欢人经验 就会有幸福的 他们参与 这个时候就有贴贴的困难 因为你很需要 没有你自己的迷信 在看 所以你要去 通常就会打枪过来 好 所以说通常的经验 也只要是 现在不用直接 跟我讲 你会先透过他 然后再跟他讲 再也先透过他 再跟他讲 这时候是不是就 你直接倒闭跟他讲 来个 再来调解一点 让他降低反应的活化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帮大家工作 但是这个 爱与参与化学的故事 其实把自己的概念 完全的调述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的参与化学反应的进行 接下来在过程中 会参与化学反应 来的前后 不会被消耗 接下来 他们公司 百应 就是加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降低 不快的 他还有一个 叫做 不会使人 很不百应 等百应 爬成百应 好 我们今天跟人到此 接下来 祝我们下次再来见 咯 他这里举的就是我平常上课会举的例子是梅恩婆 因为梅恩婆的角色就跟参与化学很类似 梅恩婆要去跟男方说女方多得温柔啊温柔啊大方啊美丽啊跟女方说男方多得英俊啊潇洒啊猝死这个姻缘能够成功所以他有参与其中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受入洞房的时候没人还是没人没人不会变成新男或是新娘但是他就不叫没人了所以呢叫做反应前后不改变自己 反应前后不改变自己所以他就是像个没人婆的角色催化剂第一件事情是知道催化剂有做什么没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再来就是被你学过催化剂有两个是学过的第一个双汉水分解用食尚催化剂 二氧化猛 前面教过哈勃法治安食尚催化剂 下面两个还没有教到下面两个还没有教到 纸化反应用浓硫酸当催化剂 尿素甲醛素聚合用浓硫酸当催化剂这两个还没有教到 还有一个是生物教过的生物教过的生化反应 身体的反应是当催化剂酵素酶当催化剂 所以这就是有当催化剂的一些用心把它记下来 一催化剂有做什么没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二你学过的反应的催化剂你学过反应催化剂要记得OK 你回 Stripe 我靠aki 你要是 他